直到一連四天要先在機動市議員張秉均服務處前 設點賣愛心漢堡 下午三點開賣 許多支持粉絲和民眾 最早提前近四個小時就來排隊 茂宇購買一個200元的愛心漢堡 一次就買八個 每年他每年來的時候我都有來 是買都買幾個 之前因為那時候人比較多 就是只能買兩個 沒有限制數量的時候會買比較多 這群年輕人六年前每年從屏東出發 開著胖卡環島賣漢堡做愛心 今年第四年到基隆 今年有三個點 那我說因為人比較多 對 謝謝基隆人的熱情 那我們這次所依賣的所得 我會到家父中心 對 跟這邊當地的家父中心做結合 對 一連四天獲得基隆市議員張秉均率先支持協助 在服務處前賣愛心漢堡 扣除成本所得 將幫助家父中心孩童 也吸引許多支持的粉絲和民眾 貿與排隊購買一個200元 現地製作 真材實料又美味好吃的愛心漢堡 其實它已經為期是六年的 那今年是第四次來到我們基隆 那之前其實我都有在關注他們 因為他們長期都有在做社會的公益 那這一次特別以秉均合作 我們共同希望來去關懷社會的弱勢 尤其是基隆的弱勢學童跟家庭等等 那其實他們也願意提供60到80個愛心漢堡 提供給家父的小朋友 在禮拜六的活動提供給家父的小朋友 他們來去享用 那其實他們也會提供部分的言語 來去幫助到我們基隆的弱勢團體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活動是相當有意義的 在這裡代表我們這麼多的小朋友 還有我們的料理人 感謝大家用我們的行動來支持 對孩頭的保護跟兒童成長的關注 謝謝大家 保護漢堡做愛心 讚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